新冠肺炎疫情来势汹汹 各国实施封城封国令 使得国内外旅游业哀鸿遍野 酒店的住房率几乎归零 是 其中一个就是我国著名的酒店 那就是金马轮的酒店 那么有关业者就透露 从三月的行管令开跑至今 他们已经亏损了超过300万令吉 业者保守估计 旅游业还需要八个月到一年的时间 才能重回轨道 那随着政府允许国人跨州远行 金马轮的酒店业者 如今把目标锁定在本地游客 希望透过各种方式 来吸引国人前来观光 好带动当地停滞已久的旅游业 位于海拔1500多公尺的 金马轮高原群山环抱空气凉爽 是我国文明辖尔的旅游胜地 适逢2020大马旅游年 当地旅游业者准备大展全角 吸引游客来马旅游 带动国家经济 怎么知道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 却打乱了业者的全盘计划 我国从3月18号开始实施行动管制令 国内大小规模酒店一律关门防疫 金马轮酒店业者受访时指出 旅游业不如其他制造领域 一复工就能快速重回轨道 凡之旅游业还需要至少八个月的时间 才能恢复元气 现阶段他们唯有主攻本地旅游市场 锁定国内游客 另一名酒店业者透露 从3月行管期至今 他们已经亏损了300万令吉 不过他们并没有强制员工停薪留职 而是扛起了照顾员工福利的义务 通过外卖服务和人工智能的经营模式 来增加酒店收入 保住雇员的饭碗 我们其实在我们的客户服务 我们开始了什么叫 Sunup Service Act Chad Group 我们的客户 最需要他们在酒店 是用手机 搜索QR Code 然后他们会接触所有的资料 关于酒店 关于Cameron Highlands 另一方面 金马轮旅游业者 也希望旅游部伸出援手 为他们提供酒店税率和电费减免 这样一来 他们才能调低酒店的入住费用 依价廉物美的服务 吸引更多旅客前来消费 让其他经济领域也能从中受惠